朋友欠八百万高利贷 为了躲债 让我和他妻子结婚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民政局 看见王鹏和他的妻子柳如烟 坐在角落里 王鹏眼神闪躲 柳如烟手里拿着离婚证 欲哭无泪 王鹏见到我轻声说道 我俩办完离婚手续了 你快和他去办结婚证 我看了一眼柳如烟 发现他在看着我 眼神中带着委屈和愤怒 但他还是站起身来 带着我去拍个证件照 看到这里的宝子们 不管你现在有多困难 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 刷到本视频 说明你要上岸 评论区输入上岸 你在这个冬天 必定扭转乾坤 从民政局出来那一刻 我不敢想象 我竟然和朋友的妻子结婚了 王鹏左右望为眼说道 兄弟最多一个月 帮我演好这场戏 我谢谢你 之后他对柳如烟轻声说道 委屈你了 记住我说的话 等我回来 说完 王鹏快步消失在人海中 我看着这操蛋的世界 真想给自己一个耳光 嫂子这算个什么事啊 以后别叫我嫂子 叫我如烟吧 坚持一个月 那帮讨债的 就不会来折磨我 我带着柳如烟 回到了我住的小区 我一边把玩着手机 一边心不在焉地盯着柳如烟 心想王鹏 真是娶了的嫌弃 谁能想到 我竟然一分钱没花 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小娇妻 还要共同生活一个月 真够扯的 我自嘲一笑 刚想在网上叫个外卖 不然房红被用力地敲响 我赶紧示意柳如烟别出声 慢慢地向猫眼看去 小医生 我们知道你在家 开个门 我问柳如烟几句话 我的眼中满是震撼的神色 他们是谁 为什么知道我的职业 为什么又知道柳如烟在我家里 不开门也不要紧 我可以去你医院找你 或者去柳如烟学校找他 你们到时候肯定会后悔的 我吻了吻心神一咬牙 把门打开了 中年男子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 然后转向柳如烟问道 王鹏去哪里了 不知道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跑也不是办法 他能跑得了吗 他到底懂不懂法 苏经理 你还敢说懂法 他明明借了一百万 作为周转资金 没想到几个月后 你就要他还你八百万 他拿什么还你 白纸黑字签字画鸭 王鹏自然知道利息有多少 有能耐他别借 行的 他跑了 你们作为夫妻债务 要共同偿还吧 这八百万就由你来还吧 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我现在和他结婚了 既然你能找到这里 相信你也知道 我们俩今天领证了 苏经理看向了我 眼中的杀鸡一傻而过 我心里一慌 但仍咬牙说道 是的 我今天和柳如烟结婚了 小伎俩也能梦得了我 你们这样的演戏的 我见得多了 说说吧 柳如烟 你为什么离婚呢 是我喜欢上他了 于是我近身出户 现在我银行卡里 只有几千块钱 房子也给王鹏了 转移财产挺快啊 王鹏胆子也够大了 这么个小娇妻 说不要就不要 他就不怕你们俩假洗真做 柳如烟抓住我的手 我能真实地感受到他的恐惧 于是我脑子一热 高声说道 话也说完了 我们俩和王鹏 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你们快走 否则我就报警了 我们是良民 现在是来依法讨债的 警察来了 也拿我们没办法 小医生信不信 明天我就去你单位 宣扬宣扬你和柳如烟的 伟大光辉事件 我心中的怒火 一下子熄灭了大半 从本科到研究生 再到入职公立医院 这过程既漫长又艰辛 如果因为这时 失去了工作 我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 苏经理见我没了声音 得意地笑了笑 别以为他躲得过初一 就能躲得过十五 我就不相信 他能舍得下你 这个娇滴滴的妻子 你们最好是真结婚 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以后我会经常来的 对了 新婚宴也没带什么礼物 这个就送你们了 苏经理从兜里 掏出一个锯齿小方块 扔在了我的身边 之后就带着小弟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 柳如烟也掩面而泣 又惊恐又绝望 嫂子别哭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他们不敢动 过了这段时间 他们实在找不到王哥 也拿我们没办法 第二天一早 看见柳如烟 已经开始做早饭了 我刚大的笑了笑说道 如烟不用做早饭的 我随便吃点就可以了 正好我放暑假了 也没有什么事做 看着他窑窍的背影 做着饭菜 抿了抿嘴唇 再坚持一个月 我要把他完好如初地 送回给王哥 正思考的时候 房门再次被敲响了 还是昨天那几个人 苏经理笑眯眯地 走进了屋说道 新婚小夫妻起得挺早啊 没打扰吧 他手下的几个小弟 走进了卧室 不用检查了 我俩昨晚是睡在一张床上了 这回放心了吧 苏胖子挥了挥手 他的小弟忽然拿出 一个摄像头来 他笑眯眯地说道 放不放心 你说了不算 在客厅给你装个摄像头 不会影响你们二人的生活 我只是要随时监控王鹏 会不会来 这样还不算侵犯 个人隐私吗 你们不要太过分 我就算工作不要了 也不能让你把摄像头 放在我家里 柳如烟也跑了出来 看着摄像头 神色忽明忽暗 小医生别激动 我就放一个月 如果王鹏没回来 你们就把摄像头拆了 我钻紧拳头想要抗争 柳如烟忽然挽住了我的胳膊 轻声说道 答应他吧 让他死了心就好了 说实话 我也不想失去医院的工作 只好借颇下履点的点头 欠我们公司钱的 最后没有一个人不还的 你们最好早点交代清楚 否则我可真没开玩笑 房门再一次被重重关上 柳如烟看着那个摄像头 像一个无尽的深渊 里面好像有魔鬼在向他招手 我刚想说话 却被柳如烟的眼神制止 我跟着他回到了卧室里 这个摄像头能收录声音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能被记录下来 如果生活的一切细节 都被拍摄下来 保不及有哪句话 会有漏洞的 我们白天都不回家 晚上就在卧室里待着吧 你放暑假了 也不用去学校 白天你去哪里呢 那我以后早上和你一起出门 中午我去医院陪你吃午饭 下午我去图书馆 晚上咱俩一起回家 我点了点头 心想只能如此了 反正只有一个月 只要我们在家里不说漏嘴了 应该没有什么事 我们把早饭吃了 柳如烟看了一眼摄像头后 挽住了我的胳膊说道 老公我们走吧 我被那温暖又柔软的触感 一击击中湿了魂 朦胧中有个念头 充斥着我的脑海 柳如烟你 如果真是我的妻子 该有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